《洪韻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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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這次的展覽的參展藝術家洪韻婷 這次展覽一開始 徹展人的邀請的時候 其實又給我他的徹展論述 他引用了Hilus的一句話 人類其實是在一個不斷建構自己邊界的狀態下 那其實我看到這句話其實還滿有感覺的 那原因是因為我的作品其實一直以來 就是在處理邊界跟中界的這個概念 我的作品名叫《無題》 然後他整個狀態就是 在很接近地面的台座上放了非常多 用黑色的紙張去做的模型 那整件作品的發想是在 我剛從德國回到台灣的時候 所開始計畫創作 他整件作品做了一整年 會有這個發想是因為 從歐洲回到台灣 其實面臨到的是要立刻工作 然後在工作的過程中 其實會不斷地去使用社群媒體 進行討論、進行交流、進行聯繫的動作 那這個某個程度上其實對當時的我造成某種資訊交流 我把整個現在社會上的所有工業產物 限縮在一個相似的尺寸上面去做這個模型 然後而且是用單一的顏色就是黑色 那會這樣子操作 會這樣子去製作它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我們對於現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 因為網路的速度的加速 所以其實整個世界或者是國家間的差距其實是越來越小的 然後就像大家常說的世界是平的 那個均質化的世界其實是越來越明顯 然後所以透過這樣的手法去做一些回應 那整件作品大約有1200件的小模型 然後是非常整齊規律的放在格子狀的台座上面 那大致上也是對於整個社會上的一些狀態的回應這樣 有多少個想法 但是在這個社會上會有 20多分這個月 是有松果的一代的下午 這是我們的位置 因素 那些花的水